是海宽还是天宽? 海宽,因为天在海的怀抱里。 季春是济州岛渔村的海女, 海女指的是济州岛传统的女性潜水员。 她们可以不佩戴任何供养设备, 潜到二十米深的水里。 由于儿子早亡,儿妻在嫁, 季春和小孙女慧智相遇为名。 她工作时,小姑娘就在一旁陪着, 这可羡煞了一众老姐妹们。 小姑娘有时会问奶奶, 是海宽还是天宽? 季春总是回答,当然是海宽了。 她给小孙女买了一盒彩色蜡笔, 从此两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鲜艳的色彩。 但就在这时, 老天给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 季春在市场给惠智买衣服, 看什么都觉得适合自己孙女。 东西越来越多, 等回过神时才发现惠智不见了。 她惊慌地回身去找, 这一找就是十二年。 十二年后,在首尔, 惠智和一伙小混混生活在一起, 平日里以偷盗欺骗为生。 男孩们在网上用一夜情的名头把人骗到宾馆里。 惠智出马与人见面, 小混混们再冲进来拍照录像, 要对方出钱息事宁人。 不然就捅到她公司和家里, 但男人不配合, 结果一阵追打之后, 欲惊下开始冒血。 一群人吓得六神无主, 收拾完东西就四散奔逃。 一天吃东西时, 旁边女孩突然发现, 牛奶盒上印的失踪孩子的名字, 竟然和惠智一样, 只是一个是李惠智, 一个是男惠智。 看着上面小女孩的照片, 惠智有些愣。 而在几州岛这边, 一直不放弃寻找惠智的寄春奶奶, 有时会想, 这辈子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。 有人出高价要买海边小屋, 中介天天游睡, 但寄春奶奶不为所动, 她怕哪天惠智回来找不到她。 工作间隙看到海里游过的海豚, 老人忍不住许愿, 如果可以的话, 听听我的心愿吧。 旁边得久忍不住出言打击, 要是她管用的话, 我早住上大楼房了, 说着接起一个电话, 听完之后有些不敢置信, 阿姨, 海豚好像听到了, 市政打来电话, 说惠智找到了, 几人急匆匆赶来, 签了一大堆文件, 同时也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 原来当年惠智的丢失并不是意外, 是她的亲生母亲有预谋地带走了她, 之后出车祸去世, 而继父放弃抚养权, 将她送到孤儿院, 没想到中间发生这么多事, 继春奶奶紧张地一直喝水, 手也无意识发抖, 看着走进来的女孩老人有些激动, 还未说话泪水就已经盈满眼眶, 她一眼看到了女孩的手链, 那是惠智丢失的时候买的, 没想到她一直带着, 老人泪流满面气不成声, 我的惠智回来就好, 或许是分离时间太久, 女孩有些不太适应这样亲密的接触, 这是继春奶奶12年来最高兴的一片, 她在院子里忙活着, 不让惠智差一点手, 女孩有些无所适从, 看着记忆中的那盒蜡笔, 她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一只黄色的, 放进去分毫不差, 晚上继春奶奶在院子里摆上两大桌, 请邻居们都来分享自己的快乐, 老人笑得合不拢嘴, 慧智却只顾往嘴里塞东西, 她好久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食物了, 但生活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舒适, 奶奶打呼声响亮, 厕所也又黑又臭, 还擅自洗了她的衣服, 导致她只能穿奶奶的衣服, 继春却觉得自己孙女全世界最漂亮, 满新衣服, 亮丽的发甲, 好像她还是那个可爱的小姑娘, 看着惠智穿上高中生校服, 奶奶眼眶湿润, 这才意识孙女已经长大, 而自己却错过了她的成长, 有家还有学上, 人生似乎开始照进阳光, 但一通电话让一切都陷了原形, 之前被暴揍的男人没死, 但是想要赔偿, 结果那几个小混混把责任推到她头上, 对面女孩让她在冀州待着别回来, 可惠智有些无所适从, 她没想到自己在社会颠沛多年, 还有重新成为学生的一天, 不过除了年龄是高中生外, 她什么也不会, 美术课上她呆呆地看着画纸, 上面空空如也, 老师说话什么都可以, 这很难吗? 惠智抬起头面无表情, 有些不服管教, 老师也跟她叫起了劲, 什么时候能画出点东西, 什么时候再出画室, 结果一直到放学还是一片空白, 老师也无奈了, 算了回去吧, 惠智本想转身就走, 却不小心碰掉了小手包, 里面划出一只口红, 一瞬间有什么直击心灵, 她把口红掰断在画纸上涂抹起来, 老师一觉醒来也吃了一惊, 怎么还没走? 惠智却一脸冷酷说话好了, 等女孩走后, 她走进那幅画, 暗红色打底, 黑色的枝丫奋力向光生长, 竟然有一种奇异的美感, 而全部都工具, 只是口红和睫毛膏, 外边天色已经黑透, 刚走到村口就看到奶奶焦急张望的身影, 一看到她, 老人欣喜迎上去, 上学累不累啊, 我们吃饭吧, 晚饭很丰盛, 看着惠智小口吃饭, 奶奶急了, 瓦了一大勺饭, 舔去旁边的饭粒, 非要喂她, 惠智没法拒绝, 只好忍着不试张口吃掉, 但看着老人满足的样子, 她感觉好像还不错, 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, 美术老师发现了惠智的绘画天赋, 把她调到美术部亲自指点, 但惠智没有系统学过画画, 素描画得一塌糊涂, 面对批评, 女孩比一摔, 不画了, 老师说, 要是不在这里画画, 就得回教师上课, 你确定要回去吗? 她只好下功夫学习画画, 与此同时, 奶奶也做了一个决定, 卖房, 以前是要等惠智回家, 现在惠智也许更喜欢住楼房, 中介高兴快乐, 劝说大半年, 结果孙女一回来就签了合同, 老师告诉惠智, 要想把画画好, 不能只是石膏像, 最重要的是光, 光线, 她尽力捕捉着老师口中的光线, 和新认识的朋友, 在树林里边听歌边感受, 恍惚间好像有点明白那种感觉了, 看到男孩的手机, 她突然想起首尔的朋友, 但打电话过去, 却是小混混接的, 对方告诉她, 如果不快点弄钱来, 就对她的朋友下手, 好不容易放晴的人生, 又笼罩了一片阴云, 在下一次老师批评她的话时, 她又自暴自弃地说不话了, 老师有些头疼, 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堆东西, 既然如此一并带走吧, 是受某个老人拜托教导她孙女的, 你之前的人生应该确实很委屈, 但你奶奶这么真诚地对你, 你至少也要试试吧, 看着那些东西, 慧智心中震动, 再也说不出任何咀嚼的话, 这一天, 村民都在海边举行祈福大会, 保佑大家出海安全, 热闹非凡, 趁众人沉浸在祈福中, 慧智偷偷拿了奶奶的存折, 可放在取款机上, 却怎么也下不了手, 只好回去, 刚进门就看到院子里站着一个警察, 一看到警察, 他就想拔腿而逃, 但奶奶的呼唤让他克制住了自己, 警察从身边擦肩而过, 得久有些发愁, 刚卖房拿到的定金, 怎么就被人知道给偷了去呢? 邻居提醒季纯奶奶, 是不是年纪大记错了? 趁着几人手忙脚乱, 慧智赶紧把存折放回抽屉里, 得久提醒季纯奶奶, 以后设密码不要用生日, 防止点慧智, 老太太却凶巴挖地问, 慧智知道又怎么了? 得久无奈作罢, 而慧智心中纠结, 蹲在海边抽烟, 奶奶突然来了, 她慌忙转头想收起烟, 老人却安慰她没事, 说完自己也讨了一根烟, 问女孩是大海广阔, 还是天空广阔? 女孩有些奇怪, 当然是天空广阔啊, 奶奶有些怅然所失, 老人告诉她, 就算生活再苦, 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伙伴就足矣, 这就是人生, 我愿意做你的伙伴, 为你做任何事, 你就按自己所想的活下去就好, 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, 慧智心里酸酸胀胀的, 说不出什么滋味, 但她开始接受善意, 也回忆善意, 从老师那里得知画画也能表白后, 女孩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奶奶身上, 看着老人在烈日下忙碌, 她有些心疼, 便给老人涂防晒霜变唠叨, 几穿奶奶异常开心, 脸上的笑怎么也收不住, 得知老人第二天要潜水后, 慧智吵着也要去, 想看看他们在海底是怎么工作的, 女孩穿好设备后, 和奶奶手拉手潜入海底, 幽蓝的海水拥抱着他们, 鱼群从身侧穿行, 光从头顶落下, 美得如同梦境一样, 经过老师的指点, 慧智的水平突飞猛进, 看着手里的话老师有些震惊, 一笔一画都充满了情绪, 光线处理的也不错, 不由出声夸赞, 这是他第一次肯定慧智, 慧智眼中含泪有些开心, 老师直接拿出一张海报, 这是首尔举行的美术比赛, 我们参加吧, 女孩笑着答应, 可没想到黑暗再一次缠上了他, 一个黑衣男人找上了他, 开口就是要钱, 还威胁如果不给的话, 会亲自到奶奶家找, 原来这就是把他扔进福利院的继父, 如今竟然还舔着脸来要钱, 慧智倍感绝望却无可奈何, 一看到奶奶, 他又立马笑起来, 把自己的话给奶奶看, 老人爱不释手, 很是骄傲, 看着对方一脸幸福, 慧智却一夜没有合眼, 流着泪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 第二天, 慧智和老师去首尔参加比赛, 继纯奶奶千叮万主, 忍不住又泪湿眼眶, 只见慧智突然又回身, 给他塞了一瓶防晒霜, 叮嘱他一定要挤得砸, 老人又是不舍, 又是欣慰, 一到首尔, 慧智就把存折交给黑衣男人, 只希望他再也不要出现, 比赛主题是我的起源, 可比赛结束后, 女孩不见踪迹, 留给老师的只有几行字, 画的题目是告白, 帮我跟奶奶道歉, 还有谢谢你们, 现在至今为止, 我还是觉得阳光很陌生, 而此时, 远在激州岛的激春奶奶, 也得知了另一个消息, 慧智和她没有亲属关系, 这个慧智不是她的慧智, 老人却根本不信, 一把打掉那张鉴定书, 慧智在首尔街头, 找到了游荡的小混混们, 想救出自己的姐妹, 却被打倒在地, 但好在警察及时出现, 激春奶奶大老远赶到首尔警察局, 想保护自己的孙女, 有人总说你不是慧智, 我才不信, 你是慧智对吧, 可女孩甚至不敢抬头看老人, 只喃喃着对不起, 而此时一切真相才被揭露, 原来当年慧智被带走后, 继父家还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, 南恩珠, 父亲南贤哲好赌, 他们生活艰难, 结果在一次争吵中出了车祸, 妈妈和慧智当场丧命, 二位从保险公司骗得更高赔偿金, 南贤哲将手链从慧智手腕取下, 带在恩珠手上, 造成亲生女儿疑死的假象, 从此南恩珠变成南慧智, 男人更是以此为借口, 将亲生女儿送进孤儿院, 多年来不管不问, 直到最近听说他找到了奶奶, 对方还有一笔刚卖完房的资金, 于是又找上门, 现在前尘旧事一并清算, 他大概要很久才能出来, 慧智也坦白了过往的违法行为, 在监狱里, 他常常想起那个小女孩, 他画里的小渔村像天堂一样, 有德九叔叔, 有奶奶, 还有一只小黑猪, 是他送给自己一只黄色蜡笔, 而得知真相的季春奶奶, 看着慧智的骨灰, 伤心晕倒, 从此之后身体就大不如从前, 经常发呆, 好像处处都有慧智的影子, 但细看却什么也没有, 老师来给他报喜, 慧智的美术比赛拿了大奖, 可老人没什么兴趣, 对方却希望他能看看, 老师走后, 他犹豫两久还是没忍住, 看到画的那一瞬间愣住了, 幽兰的海底, 海藻旺盛, 一个老人手牵两个孩子, 向光而上, 他摸索着, 眼泪不自觉落下, 旁边画框上写着作品的题目, 告白, 一年后女孩出狱, 不再科蒙拐骗, 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 堂堂正正生活在阳光下, 这天德久突然拜访, 季春奶奶不见了, 本来德久要赡养她, 但老人坚持要去疗养院, 她现在有些老年痴呆, 一个不注意就走失了, 不知道是否来照顾女孩, 会这一听就坐不住了, 立马回到几州岛, 看着那张寻人启事, 她猜想老人也许在那个市场, 于是拿着照片满市场的找, 好多店家说大概一周前经常见, 最近没见, 兴许是去世了, 文言惠智又害怕又难过, 枪称对方, 怎么能随便说人去世, 你亲眼见了吗, 随后忍着眼泪继续找, 终于她看到了老人的背影, 可对方已经有些呆傻, 辨认了半天才喊到惠智, 你终于回来了, 奶奶找你好久了, 以后哪也别去, 就待在奶奶身边好不好, 看着老人一身狼狈, 鞋子也少一只的时候, 她心疼不已, 笑着回答, 好, 我们回家, 在得酒和邻居的帮助下, 重新从中介那里租回海边小屋, 一阵热火朝天的忙碌之后, 这里变回原样, 奶奶也好像短暂恢复了神志, 只是还把女孩当成惠智, 秋去东来, 两人一直生活在这里, 女孩细心照顾着老人,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, 奶奶拿起颜料往她脸上涂抹, 就像自己当初给对方涂防晒霜一样, 看着辽阔平静的大海, 她突然想到那个问题, 是大海宽阔还是天空宽阔, 答案应该是大海, 因为大海拥抱着天空, 女孩抱着老人喃喃, 你就是我的大海, 雪夜寂静, 灰智打开奶奶之前常听的录音机, 没想到却听到一段独白, 这才发现奶奶早就知晓了一切, 但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, 她认定这就是她的孙女, 感谢在孤苦人生的最后, 能遇到对方, 老人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 女孩在病房里画满盛开的小黄花, 奶奶突然清醒了一瞬, 拉着她的手, 恩朱,恩朱, 奶奶现在要去绘制那里了, 你要好好活着, 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做我孙女, 女孩气不成声, 只一声声喊着, 奶奶, 后来不知又过了多少年, 绘制办了花展, 画里奶奶和真正的绘制终于相聚, 季春奶奶是2016年的一部韩国电影, 又是催泪大作, 又是多年的孙女, 又重新和奶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, 分离的这些年里, 两代人之间的代沟, 城乡下的差异不可避免, 这一切都让孙女感到尴尬不适, 本以为这是一个消除祖孙情感隔阂的故事时, 情节开始发生转折, 其实整个电影叙事平淡温和, 没有什么激烈高潮的片段, 把温情和爱意全藏在细节里, 海女以海为生, 常年累月, 海风吹, 烈日晒, 季春奶奶皮肤粗糙, 泛红, 起皮, 从未有人在意过这些问题, 但后来她有了孙女, 对方会心疼地给她涂防晒霜, 看到这里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, 我想这就是亲情的魅力吧, 让身负黑暗的绘制在面对奶奶的关爱时, 由不知所措, 到那张季春奶奶的肖像画, 再到最后的告白, 一个不被世界温柔以待, 总是不自觉逃避爱的人, 最后却完全走入了阳光里, 而季春奶奶大概从问出, 是海宽还是天宽的那个问题时, 就知道眼前的女孩不是未知了, 但还是告诉她, 我愿意做你的伙伴, 一个老人用自己的爱和宽容, 成为两个女孩人生中的阳光, 我喜欢这样的电影, 能让人在看到事态炎凉之后, 还能感受到亲情的力量,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,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留言,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, 我们下期再见了